王爷 王爷 殿下到了 殿下 殿下 太夫 你怎么来了 荒唐 太夫 太夫 王爷 魏后 谁让你把太子带进来的 殿下已在偏听酒后多时 我就 你还有话 滚 是 你不是答应我要好好照顾岳征的吗 你怎么能够如此荒唐放纵 殿下这两者不矛盾啊 我不过就是与府中的势迹 消遣取乐罢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皇兄 如果你真的在乎岳征 你还看中这桩婚事 你就应该洁身自爱 刚刚袁太夫也看见了 你让岳征情何以堪 难道我娶了王妃 就不能再有其他的机械了吗 你 岳征那么喜欢你 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 我把她娶回来锦衣玉石的带打 我怎么会对不起她呢 你以为岳征在意的是王妃之位吗 她在乎的是你 你错了 如果今天 我是山野村夫 她还会在意我吗 岳征真是下了眼了 你 你 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欢岳征 我不会让她嫁给你 皇兄如此荒唐 我一定要如实禀告父皇 让她取消这本本事 对 殿下三思 思雨小姐的风波才平息 你千万不要冲动行事 皇兄如此轻瞒岳征的心意 你要让我袖手旁观吗 你要让我遗憾终生吗 就算您告诉皇上 如果王爷失口否认呢 元太傅也看见了 岂能容他否认 元太傅万一为了岳征小姐 而隐瞒事实呢 殿下 这事如果弄不好 皇上会以为 您是为了得到岳征小姐 故意诬陷王爷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算被误会 也好过岳征被皇兄辜负 殿下 殿下 不认为了 太子已经愤然离去了 王爷 原来这次王爷 特地把我从北疆召回 就是为了演这出戏 之所以演这出戏 就是让太子 极力反对我和岳征的婚事 回宫之后 如果他与父皇 因此又起了冲突 那不是对我们更有利吗 王爷 刚才的事 原太父也意外撞见了 万一他向皇上禀告的话 那皇上对王爷的看法 就算父皇知道此事 也只不过会训斥我一番 如果原太父能因此事 而退了婚约 对原家来说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母后 母后 殿下 殿下 母后 母后 你在宫中大呼小叫的 成何提督 母后 我不许岳征嫁给皇兄 此事已成定局 你为何如此执拗 母后 皇兄与王府押混侠逆 被我撞见了 皇兄不仅毫无愧疑 反而激烦我大惊小怪 皇兄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欢岳征 我不能铸成大错 让岳征嫁给他 真有此事 看来你皇兄果然畸袭难改 循儿 这件事情你不宜出面 由母后去告诉你父皇 母后 你真的愿意帮我去说服父皇 是母后亲自去提亲的 如果你皇兄 真如你所说这般不堪 那母后 也没有脸面去面对原太父 夫妇 那母后 这本人叫你 原太父 你这是何意呀 皇上 臣女余婉寒威 实在不敢高攀良望 还请皇上另选家人 日前太傅不是已经应允 怎么今日又来毁婚呢 今日微臣去王府探望王爷 王爷竟与府上丫鬟白昼宣吟 在微臣面前还毫无羞涩 如此行旨 让微臣实在不能 同意这桩婚事啊 这 太傅息怒 请起 莲儿自小远离京师 朕对她疏于管教 错在朕 莲儿正当英年偶有放纵 尚可原谅 还请太傅多多担待 皇上 皇上 不休小德 何以成君子 微臣迂腐 对此不能等闲示之 太傅 你先消消气 请先回府静候 待朕 宣离儿前来问个清楚 再给太傅一个交代 老爷 老爷 爹 你可算回来了 你怎么能去跟皇上说退婚呢 你可是太傅 说话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你明明答应我了的 凤林丧文败行 事官德行 爹绝不能让你嫁给这样的人 等等 爹 那 教不严施之过 对吧 你是凤林的老师 他这样你也有责任 我 我教过的学生何止是他 太子也是我的学生 他就品行端正 对啊 就是因为他这个样子 我们才该关爱凤林 导正他的偏差行为啊 这不是你一直 教我们做的事情吗 哎呀 够了 而你婚事 本来就应该父母做主 我已经决意给你退婚 你不要再说了 不 我一定要嫁给他 我就是不准 我就要嫁给他 我不准 你运妇 你不准